请收看每日一字 河江又名长岗或是柳陵岗 上游呢有两处水源 都是在安徽省 一条在雾园县 名字叫做雾江 西南流入江西省乐平县 就称为乐安江 一条在奇门县 西南流入江西省福良县 称为昌江 乐安江跟昌江 在鄱阳县河流 这才称为鄱江 流入了鄱阳湖 鄱阳山 又名石印山 到唐朝才改称为鄱阳山 鄱阳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 最早呢就是与共中的彭里 汉书中称为彭泽 到隋朝才称为鄱阳 湖是在江西省的北部长江的南面 周围沿岸有南昌 静贤鲜鱼干鄱阳都昌 星子德安永修朱县 湖深的中间很细 所以有南湖北湖之分 仙霞山和伊山以南的水 都注入鄱阳湖 而干江 鄱江 修水 则从鄱阳湖望北 注入长江 湖中有山 风景非常的优美 由于湖面大小 因季节而异 所以有调节长江水量的功能 鄱阳县在鄱阳湖的东岸 古时候是饶州辅制 农田水利非常的富饶 跟婆这个字同音的 还有一个这个婆字 它的国语注音也是 婆儿婆二生婆 婆是肚子大的样子 也是指老年人灰白的冰法而言 所以称白头发的老人 叫做白发婆婆或是婆翁 不过婆婆也可以当作 风而多的形容词来用 总之呢 这两个字的国语注音 都是婆儿婆二生婆 有人把婆阳湖念成了波阳湖 把白发婆婆念成白发帆帆 这都是不对的 今天每日一次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